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不同于赌博时候把牌掀开的意思 典故是这样的 清朝皇帝选择灵性嫔妃的方法 灵性就是皇帝指名跟某位妃子过夜的意思 皇帝每晚临睡前会有进士房的太监 捧着一个装有牌子的盘子 跪在皇帝面前让皇帝选 牌子上列有嫔妃的名字 皇帝想跟某位嫔妃过夜 就把列有他名号的牌子翻转定案 顾名翻牌子 翻牌子一词 可以频繁地从近几年广受欢迎的大陆青工剧中听到见到 现在翻牌或翻牌子 在网路上却用来表示网友在直播中被直播主指名 或者聊天室内的留言连带网名被直播主公开朗读出来 这个来源依照我的判断比较像是大陆网友的杰作 从我的网上经验 现在看到比较频繁使用翻牌一词的网友 以简体自居多 主持人翻我牌了 有的人真的会为此感到很开心 在直播室的留言板上留下这样的语句 再延伸出去 直播中观众的电话call in 被直播主接起来 也被视作翻牌 平良心说 把直播主与观众的互动关系 联想做皇帝与嫔妃 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翻牌子直觉上有些轻挑 这是个人感觉 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我 会比较忌讳在语言上使用带有情色联想的字眼 不管是透过口语 还是书面语的表现 而翻牌子 正巧就处于一种很诡异的灰色地带 它是一段正规的 与床子有关的宫廷历史 原本并不常在 现代人的日常言语中使用 被提起时 顶多都只是在描述历史事实的同时被带过 根本不能算作什么情色言语 没想到近几年宫斗剧盛行 筷枝人口的清宫古装剧一出接着一出播出 观众也都十分捧场 描绘凭非之间争宠的翻牌子一词 从被认识且频繁使用 进而偏离本意的成为一种心解 这对一个喜欢咬文嚼字的我来说就很有意见了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 这词有那么点俏皮 那也得取决于什么样的情况 在直播主是男性 而接通现场扣印的那位观众 又是女性的时候 你说这位女观众 把这样的情况称作是翻牌 还真的有点奇怪 而同样的意思 在台湾有些直播主会用点名 比较像上课 而让直播主给人一种 类似于老师传授教学的联想 所以网友们会在直播间的聊天室 起哄说上课了 而实体的上课点名 是指每位在列的学生都要包括在内 所以直播主说要点名时 也给了观众一个都不能少的感觉 会做到语录均沾 这是个人观感 我比较喜欢点名一词 原因是点名是个中性词 所以不会生出奇怪的联想 也不会产生误会 就像原本埋入历史鸿沟中的翻牌子 原初公中御用 不是一般百姓得以消费得起的词汇 谁晓得会有这么一天 被平民百姓拿出来如此滥用 肉麻当有趣的追捧 虽然如此 我对于语言的进化还是有些信心的 有些汉语词汇 是会随着流行大起大落的 所以预测 这种古词透过多数现代人的借位滥用 有一天应该会逐渐 随着新鲜感的流逝而消散 归还历史典故一个清白 公斗剧确实流行多年 而有意思的是 中国政府对此屡禁不止 所谓的献古令 其实很大程度 是在针对和限制 散播勾心斗角意识 着重描绘人性阴暗面的公斗剧 今年2020年 中国政府又突然说 要限制公斗剧的推出 把两部曾经收视火红的热播剧 《沿袭攻略》 如异传 在十一之前从网上下架 简直连复习重温都不让了 我并不讨厌看公斗剧 不过遇到典故被滥用到歪楼的情况 并会觉得 现代人无论在历史或古文方面的学习 还是需要跟娱乐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毕竟从娱乐性的媒介所吸收来的知识 即反除 其含尽量还是有待评估的 我们的语言 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媒介传播中产生变异 有时候也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现自愈性的修正 而有的时候则可能要出现突发事件 甚至是一场革命去改变 翻牌自备这么使用 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不雅 只能定义成进入了灰色地带 有点尴尬的借位滥用 也就是说还有比这个更尴尬的滥用 往后容我一一点评 今天的天地一言语 到此告一段落 感谢你的停留 我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